大家好,又來 Prison Break 了 今集想針對Pure Survey 是甚麼來的? Pure Survey 即是 PEW 我現在登圖出來給大家看一下 Pure Research Center Global Attitudes and Trends 這個組織是OK的,它是美國東西來的 但不是所有美國東西都是垃圾的 或者是假新聞的,仍然有些是好的 例如CNBC、Bloomberg都偶爾有些好東西出來 這個組織 就很久歷史了,專門做問卷調查 全世界都做的 每年都會做一些關於國際政治 例如這個國家怎麼看領導人等等 等等的問題 他們今年 一季左右 就做了一個 測試 13個國家 這個測試就是13個國家 看看他們這13個國家的國民 怎麼看 特朗普 怎麼看 其他國家的領袖 對肺炎 管理和控制 也都看看他們覺得 接下來 哪個國家好 哪個國家不好 不是那麼簡單的問 但是對他們 對領導人 這個國家的好感 不好感 哪個強一點 哪個弱一點 同時可以 比較 過去幾年 有一個 Trend 有些 跌的有些 慢慢升 所以這個 也挺有趣的 剛才提及 調查13個國家 那裏 我先提及一些資料 訪問了有13,200多人 Across 13 countries 就沒有問到美國人 他問主要都是一些發達國家來的 歐洲為主 另外非歐洲國家就是有澳洲、日本、南韓 他們就問些什麼呢 就問這些國家的國民怎麼看美國 全部都是跌的 跌得最厲害的 就包括日本和澳洲 金仔,我之前發了一個連結給你 你應該有很快地立過什麼意見 特朗普這個人上任之後 你可以預期他都會 一直跌下去 但是你看 無論美國選舉的選舉過之後 其實無論是特朗普連任 還是拜登這個人 上了任之後其實都會跌的 這個很好實跟大家說 特朗普連任不用說 大家對美國更加失望 如果拜登上了任之後 其實他都會 做完一大堆事情之後 有一些利益交換 其實這個 好像你之前所說 其實後面都是一些 Deep Stay安排了很久的人 美國的Deep Stay 所以其實他都會做些暗糕事 我說的重點就是 其實美國那一套 大家覺得他們行之有效 其實已經引起了很多國家的反感 甚至乎你 看回牌面上 一些 發達地區 來德國 跟美國宣傳那一套是不同的 或者美國控制的主導傳媒 說那一套是不同的 他們對 特別是德國來說 你說要給肥仔金 北韓的金正恩 你說誰反感一點 跟特朗普相比 可能特朗普再討厭一點 我不說金正恩 我不評論他 我不是韓國人 但是 可以說的就是 因為美國講一套做一套 甚至說近一點 現實一點 這次美國的抗疫 做得那麼差 但是還在說這些 更加多的謊話 令整件事扭曲 但是做事 例如說 退出世衛那些事 他說退出世衛 是因為他覺得世衛那套不對 但他自己也不見得 給一套有建設性的建議出來 甚至乎在疫苗 對世界的推廣上 中國其實有很多地方 他很努力去做一個測試 英國 衛殺衛生意 他也有的 但是美國在說那套 他不是說沒有 但是 很多時候 他經常說 美國第一 我不知道美國 那些 Bill Gates 怎麼想 我不知道 但事實上 他們有這樣的政府 他都很難 就算他想 他也沒有辦法 把疫苗 在全世界一起 可以協調的方式去做 因為疫苗本身來說 是初期一定不夠的 很多凡之中的原因 令到盟友犯金 是一定的 還有難聽說的 他那些 龍門進去擺 今天這套 明天的第一套 當別人國家的主權 是 糟糕的 以前可能高招一點 大家 不太覺得 這屆特朗普 比較低能 所以 令到大家 發覺了這件事 我覺得是發覺這件事 就是令到大家 察覺到這件事 其實這件事本身也是在 只是在這屆特朗普遍 有幾個 資訊可以跟大家分享 因為我是很推薦你 有時間上去 很容易查到 剛才我用了一張圖 我現在再出一次給大家 看看你上去 Google 或者是哪個搜尋 Pure Research Center Pure Survey 2020 看到的 因為這個都很大的研究 其中有一段 我覺得挺過人的 這些不同國家 如何看 中美 有兩個國家是突出的 就是 日本和南韓 為什麼突出呢 因為他們覺得 美國 仍然是 這個世界的 Leading Economic Power 大家明白了 但是 沒有一個歐洲國家 是認同這件事 歐洲國家加上澳洲 覺得 中國大陸 現在是這個世界的 Leading Economic Power OK Leading Economic Power 應該都應該有一點認識 因為我之前說過幾次 一個就是 Take Exchange Rage into account 一個就不是 OK 另外 另外就是 有些其他 例如 例如 Trading 哪個是 最大的 Trading Nation 哪個 最大的 貿易國 哪個是 最大的 生產國 和出口國 這些可以加上澳洲 Anyway In the case of 南韓 日本 他們就可能 我就不知道為什麼 究竟 他們可能 傳媒方面 偏 向美國那邊 報導 多過 一些 中立的 研究 但是如果你 成為 像其他歐洲 尤其是德國 德國的 數據 的結果 就是 有17% 覺得美國是 Leading Economic Power 但是有55% 覺得中國是 Leading Economic Power 他們 就 有一個 挺大的 的 perspective 因為德國很多出口是去中國的 德國 美國的出口 除了名車之外 其實 德國除了出名車之外 他出了很多工業產品 Tooling Equipment 機器 這一方面 這些東西 大部分都是去 發展中的國家 包括中國 有其他的 很多都去越南 東南亞 那些 很多 他們 from their perspective 他們覺得中國是一個 Leading Economic Power 就是 沒錯的 因為他們看得到 其他國家 有些國家 好像 丹麥 那些 Belgium 比利市 都認為 中國是 The leading economic power 但是那些國家 跟中國其實沒有什麼貿易 但是 他們 同一看法 也有趣 是否 歐洲傳媒 那方面 比較一致 這個就不奇怪 因為始終 都是 大家 EU 有 共同立場 可以說 這也挺有趣 另外 說回特朗普 因為他這個 survey 問了很多問題 關於特朗普 都是 你對特朗普 特朗普 有幾大信心 尤其是 管理和 去處理 國際 政治 國際的事情 大部份都是 no confidence no confidence 最多是 德國、丹麥、比利市 因為那些有九成人 認為 特朗普 他們沒有信心 特朗普是做得好 他們覺得特朗普是做得不好 剩下的 九個百分之一 是覺得特朗普是有能力做得好 這個 國際事務 最大的國家 對特朗普 有最大信心去處理國際事務 就是 日本和南韓 跟剛才說 看中美 economic power 這樣的態度 其實都 接近 一致的 In the case of 日本 應該說日本、澳洲和南韓 澳洲是一個 outlier 日本有 2成5的人 對特朗普有信心 有 6成8的人 沒有信心 這個已經是最大的 你想想 在日本 有68% 6成8的人 是沒有信心的 對特朗普 只有25% 2成5的人 是有信心的 但這個已經是最高的 對特朗普有信心 之後就是 少於25% 之後就是 澳洲 澳洲有23% 對特朗普有信心 另外 第三 就是 南韓 17% 對特朗普有信心 應該加上加拿大 加拿大的人 對特朗普有兩成人 都算比較高 但是 全部這國家對特朗普沒有信心 全部都是超過6成的 日本就6成8 澳洲就7成6 南韓就8成2 加拿大就8成 有眼看的 就算 西方 主流傳媒 有多bias 有多多假新聞 他始終 有些東西是騙不到的 始終 假新聞中 也有些 有些專欄 是 比較平衡 比較獨立 和中立的 那些出來 就是 我想一般人 有一點IQ的人 看假新聞 和看中立新聞 是看得到 完全兩回事 因為 很多朋友 很多家人 在澳洲 現在澳洲傳媒 真的很反 中國 反到 幾乎 是一口笑 好像 你去到旺角 或者銅鑼灣 走過法輪功 當中 那個 當後 又看到 他們 說 中共 在 尊足 別人的子女 然後 劏他們 拿他們的器官 去賣 等等 是類似 這樣的新聞 那些 宣傳 手法 是類似 現在澳洲 傳媒 到了這個地步 一般人 有一點理性 一看這些 其實是看得出 你們是在 一口笑 在這裡玩東西 那麼 大部分人 但是始終有少數人 是相信的 那麼他這個 survey 亦都說 那個demographic 就是受訪人士 他們 究竟哪些人 覺得 他們對特朗普有信心 又對特朗普有沒有信心 然後 就在這裡很反應解釋 我這裡讀一句 這裡就說 Trust in the American president is low across most demographic groups but men people with less education and those on the right of the ideological spectrum tends to have more confidence in Trump's handling of world affairs than their counterparts 即是說 受訪的人 男士 以及尤其是 低 教育水平的人 就會 多數 覺得 Donald Trump 處事 是好的 他們對特朗普是有信心的 你說得對 因為 不是說想歧視 但是 他們那個 例如 低行式的 低行力 他們那個 獲得資訊的渠道 會比較 單一 不敢說 哪一個對 哪一個不對 這是要討論的 但是他們的資訊和分析 會比較 單一 便便 和作息時間 和 工作需要 和環境 不同 但是這 你說得對 反過來 你會看到 其實 特朗普 在美國國內 本身 很多傳媒都罵他 但是罵他 你會看到很明顯的差距 就是 傳統精英界別 那些 特別是金融 那些 那些 或者那些人 看開的 其實 會不喜歡他 但是 始終他後面有 一個 即是開頭來講 不喜歡 但是後來 有些位 他作為美國的喉舌 他又不敢說得太盡 但反過來 一些極右的 你看到 班農那些 班農那些 其實他那些瘋的 他那些 就反過來 無所不任其極 好像你這樣說 其實他們在海外做了很多事 你說澳洲 我真的 不要說我含沙射影 或者聯想 其實我覺得 合理的推斷就是 其實 隨著這個 你知道郭文貴是誰來的 他去了美國 死去澳洲 其實他是 將美國那套再搬去 剛才你說的仇宗 反華那些 其實郭文貴搬過去 當然 是不是 他自己個人搬過去 不是 他後面有人 當然 而這個派別 亦都跟班農後面的人有關 班農後面 其實也有 扯到香港很多事 有空我們先開一集再說 這些是息息相關的 息息相關 香港聖元那個 開一集說 之後開一集說 也不要緊 我們現在在說皇官的事情 其實這一群人是由 特朗普後面的 新的金主 去放出來的 一些 美國喉舌的說話 你看到在台灣 更加不堪的事情 會再出現 我們來聽到 整天美國打飛機那些 那些言論 聽到你 真的是煩 那些是 說了幾十年 一天都還在說這些 而且我不是說 他那些 是誰的立場問題 而是他們 麻煩他們 有時他們說的那些 二十年都還在說那一套 聽到 都很煩 如果作故事 都是那一套 特別澳洲你這樣說 他們用的那一套 就像你這樣說 在和國街頭看到的 他們不更新的 有時 舉個例 他 有時有些不關事的 例如他說那些 COVID-19的事情 他們有時的假新聞 是否去到 棉樓吃蝙蝠 和中國根本都沒有 吃蝙蝠 都比棉樓人吃蝙蝠 變成中國 在武漢製作蝙蝠糖 這些事 假新聞是會衝擊 整個網絡 特別在特朗普這一屆 是比較嚴重的 剛才你剛才說的 我想 我極懷疑 澳洲這一期 除了澳洲政府的默許之下 其實也是美國輸出了 在特朗普的影響之下 輸出了這些 效舌過去 做了一個相當大的 媒體 一些 社交媒體方面的 操作 我想他做了很多 這些功夫 所以 對 始終笨人會比較容易信 因為他這個 討論 說 港際话 他真是鄒鄒 鄒鄒明说 The education divide is relatively small but significant in seven countries 这边是哪七个呢 Australia The UK Italy Canada Sweden The Netherlands France 刚才即将内右 comment Those with less than a secondary education Have more confidence in Trump than those with more education 就是 queste国家 一些中學以下的教育水平的人士 對特朗普很有信心 比起那些有更多教育 在這個世界中,很多人是中學還未畢業的 這些人對特朗普很有信心 例如日本25%,澳洲23%,南韓17%,加拿大20%,英國19% 但大學畢業的人士不一樣 例如法輪功形式的新聞和真正的研究 他們能夠分辨哪些是假新聞,哪些是搞笑新聞 哪些是真實新聞 但始終仍然有些人看不到 不懂得分辨 我記得我上星期的節目說 為何美國的選舉制度有Electro College 不是一人一票 就是避免Electro College的制度 又好又不好 但好處就是避免這些人 這些中學還未畢業的人士 相信這些假新聞 這些法輪功形式的新聞 郭文貴形式的新聞 然後覺得是真的 這些人最容易被操控 來到選舉 當你放出這些消息 他們就說 原來是這樣的? 如果不選特朗普 我們就真是太誇張了 這樣 基本上是一聽Fox News 就說 一定要選特朗普 要確實他連任 否則我們國家會想 這個被中國取消 老實說 事實就是想 但是 什麼形式想 選特朗普 就更加想快 這個 不能爭辯 你說得對 正如你這樣說 剛才提到郭文貴 其實他是老簽 之後我們 特別開一集 跟香港有關的 我再特朗普說 今集來說 我們說回多些 就像你這樣說 為什麼會影響到這些 難聽說的 我不是說粗口的形式 就是 可能是村夫 那些 因為他們 這麼多年來 他們在歐美的貧富懸殊 之外 他們對民主制度的失望 就寄託在特朗普身上 就是說 人很有趣 他們利用了心理 他們吃屎太久 即是 這個制度 他失衡了太久 他們 去到這個時候 即是一個絕望的時候 就找一個 明知是謊話的 好像有時候 有些不理性的男女也好 我明知道他是騙我的 但是 算了 我也覺得自己沒有希望 這樣做 就相信他一次 很多時候 也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再加上 特朗普他本身 或者他 後面的責任 真的很擅長做這些 誤導性的新聞 即是內容龍場 他們很流行做這些 而且 因為你看看 那些龍尼做什麼 出身 其實是做這些 網台出身 雖然他口尾收了檔 不知道解僱了他們 但是 特朗普來說 一定有資助他 或者那個派人 一定有資助他 他比他更加 事無其難做 因為沒有公職在身 他可以做得更加過分 當然 他有很多 很多事情 你看到 他覺得對不對 如果他是好人 就不會被人調查 你看 我忘記了 FBI 查了他和郭老千 該他被人調查 其實我跟他說 查已經留到他的手 要查 不如查一下他非法集資 做ICO 和郭老千 一起做那些 認識一點 博士訓練的人 都知道那些叫空氣壁 最九流 四五年前 差點 差點不懂 去騙人 那一套 現在2020年 快到2021 還用來欺騙海外華人 還有人想當 那些都不是查得很緊 其實是這樣說 如果他是好人 都不會被人調查 而這種 這些瘋子 其實是拋棄了整個 美國對外的宣傳窗 所以他們 我想如果在這個選舉之後 他們為了要正當化自己的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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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宣戰行為 我想這些人要更加加劇 跟拜登來說 可能有很大的分別 你覺得對 如果他仍然是特朗普的工人 在白宮有一個正當職位 他有很多限制 很多限制 很多限制 所有事情都要正正當當地做 但現在出來 他基本上是沒有限制 有幾離譜的事情都做得到 但不單止他 因為美國有很多這些人 之前有一個人叫Rush Limbaugh 現在我沒有看過他 之前也有說過他的事情 我不知道他現在死在哪裡 另外有幾個都是這些 遊役派的talking heads 有自己的show 有些在電視上做 有些在網上開網台等等 包括那個Gordon Chang 你知道我講的是誰嗎 Gordon Chang 這個 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 那個是Gordon Chang 那個人是華人 不知道張馬Q Gordon Chang 應該好像是台灣 因為他姓Chang C-H-A-N-G 我好像聽到一些媒體 有提過 但他們都有點熟 他是律師 他十二年前寫了一本書 叫做Coming Collapse of China 這本書我沒有看完 我看了幾個chapter 因為我忘了看了第三、第四個chapter 覺得太垃圾了 沒有看到 當時我仍然覺得 我看完第一個chapter 之後 OK啊 中國是否真的倒楣呢 之後看下去就覺得 他的research method 是不記得的 你想想 那時候二十年前 我就不是 我只是 年輕人一個 但是 一個無知年輕人 也看到他的research method 也有問題 大家都應該可以 想得到他有多差 那本書 好像是2001年出的 2001年 或者2000年出 總之千禧年 左右出 之後出 我記得我是 2002年的時候買 很便宜地買回來 然後看 浪費了一點錢 Anyway 你想想 2001年 出了一本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 19年後 仍然沒有倒楣 而且越來越強 你也知道 政治立場先走 他不單止 很多人 為什麼要說他呢 因為 他也是 為了去賣一個立場 賺錢的 香港也有這些人 美國也有很多這些人 更加多 之前提到的 Cowbas的基金經理 不停地沽 香港 港銀和香港的股市 因為他覺得 香港和中國會想 這些也是 他銷售一套 一套立場 給別人 給自己的客人 當然 Cowbas的客人 大部分都是有益分子 他們已經有一種正式立場 但是 有政治立場 也不是問題 因為 凡是做人 也有政治立場 但是 如果你的政治立場 影響到你的投資策略 那就真是白癡 那就真是死 不,沒有三百億 少些 但是 也是一堆錢 這些就是政治立場 影響到你的投資策略 那就輸錢 說回 這裏鬥得太遠了 要說 Gordon Chang 和 例如 Steve Bannon 這裏鬥得太遠了 這是一個惡性循環 因為美國始終有些 右翼的白種人 白人主義那一批 他們是想聽到 中國和共產黨 臨當這件事 他們很喜歡想聽這件事 如果你銷售到這件事 那就不停地賺他們錢 就是這樣 對 沒錯 他們就能找到錢 這樣不要緊 就像Gordon Chang那樣 喂 他說這個Coming Collapse of China 說了19年 唉 反過來說 反特 你知道嗎 那時候 你拿了皮 我這樣說 不是很多 那時候 每個人都唱好美國 他就 玩政治這一套 但是看事實來說 如果當他是神燈 反過來 反過來 真的會發財 你想想想 睡覺也會贏 但是他仍然是可以 握到眼 今時今日 2020 不要說Coming Collapse of China 這個Coming Collapse of the United States 是更加近 對嗎 其實我尊重他的 opinion 但是如果他要立論 就麻煩他更新 對 他更新 對 對 對 現在 喂 Gordon Chang 你現在2020 你那本Coming Collapse of China 你需要不需要更新 你 是不是有些事情 要改一下 大哥 經濟分別 根本 你看現在 超級人性 對 完全不同了 你想想 如果你15年前 買阿里巴巴 你今時今日可以退休 糟糕 對嗎 誰知道退休 你那些子女都可以退休 對嗎 對 因為說到這件事 我剛剛想起一件事 因為這些事 真的幾秒鐘之前 我想起的 因為說到Coming Collapse of China 這本書 和Gordon Chang 也有一本書 就是 The Collapse of the US 這本書 我有看到 我遲些和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現在已經說了太多了 那個作者是一位挪威的學者 他是專門研究 社會學 經濟學 政治學 和國際關係 尤其是和平 為何這個世界 有時是和平 有時是打仗 他是幾盆東西混在一起 但這個人是很有實力的 他就 predict 今年 2020 就是The Collapse of the US 當然 不是說 House of Class 漏派 漏派 就是慢慢 一步一步 很明顯地 這個prediction 是正確的 因為是開始 collapse 已經說了很久 遲些我們再會針對 美國的社會 尤其是經濟 崩潰 這就是無可否認的 我們已經說了很多次 但是我們再深入一些研究 尤其是美元方面 因為這裏 過去的一個星期 有些大人物出來說 是很不行 是真是糟糕的 今年看得到 美元也跌了很厲害 同時金又升 但是我也幾個星期前提到 因為選舉的原因 特朗普會想盡辦法 令美元 反彈 即技術反彈 這件事 我們也看得到 因為上星期 上星期一 臨時 上星期 整個星期 美元是升的 如果你留意 美元和金價 你是看得到 我不用解釋 但是如果你沒有 你可以看回 過去的星期 美元升 金價跌 這個現象 我相信美元 也會繼續 技術性反彈 因為 為了 連任這件事 但是 下年 以一年 就繼續 糟糕了 這裏 遲些再詳細分享 有什麼補充 好 好 我只是一兩句 你說得對 特別 剛才你說的 關於整個歷史 和美國的經濟情況 我覺得整個 情況 根本是一個反式專業 我其實 類似的觀點 你說得對 其實是一些 上級的基金 例如橋水基金 Bridgewater 你知道他們組別人 組別人 不止一半拍 組別人 很多步 兩年前 我記得Founder 他也有說 他有說過歷史的循環 去到今年的時候 他更加大膽去 預測整個 經濟以美國為首的 經濟無數 特別發達地區 經濟引擎 會面臨一個反式專業 除了疫情 和其他因素大起 他們身體力行 沽了很多 美國的股票 特別是 大家看到的 美國金融服務 那些 他們對美國的金融 真的很悲觀 不是我講 他們自己的組合 是這樣的 那些 遲些就說 我們今集也講了很多不同的 例子 我們是要結束 但是因為你剛才說到 美國金融和一些大的基金公司 我再補充一點點 很快 就是過去幾個月 我們看到一個很特別的現象 就是有幾間大的美國基金 包括BlackRock 大家聽過BlackRock 一定聽過BlackRock 甚至乎 匯豐大股東 對 BlackRock 應該沒有人不認識這間公司 另外 另外一間Vanguard 一般人未必聽過 但是做開金界 就一定聽過Vanguard 另外第三間就是JP Morgan 這三間BlackRock Vanguard JP Morgan 過去三個月做什麼 過去三個月 就是他們買了中國的JV 就是JV 因為這些金融公司 如果他們要在中國大陸插資旗做生意 他們要有JV JV JV 過去一向都是中國的partner 有話事權 有51% 但是現在中國習近平搞金融開放 就可以容許外國人有控制權 很多外國公司賣的controlling share 當然不是賣光 你去做大股東就可以了 這三間公司 過去三個月 就泵了天文數字 去有這個控制權 仍然是JV 因為他們始終需要中國大陸的partner 去做distribution 做其他backoffice的事情 所以有JV partnership是很重要的 但是 那個重點就是他們 再投資 再買股份 就有一個控制權 如果Gordon Chang那套 中國會崩潰 是真的 你猜這些 或者其他人 郭文貴 或者Steve Bannon 那套 Carl Bass那套 如果他們的說法是真的 這些大牌公司 會不會泵天文數字 去賣controlling share 我想小學生也能回答 不用回答 不用回答 大家都知道 這些重要不是一般公司 這些是華爾街最厲害的那些 他們是看好大陸市場 什麼價錢都好 一定要買到controlling share 繼續在大陸插期發展 所以都可以告訴你 其實這裡 這裡只是金融業 有其他公司 因為Benz 寶馬 豐田 那些全部都 賣錢進去大陸市場 但那裡是遲些說 因為金仔 我打算遲些 跟你說一集關於供應鏈 供應鏈這家東西 我記得幾個月之前 因為要針對 離開中國的理論 那些理論 就要針對那個 因為我知道 沒有可能 但是仍然有些人覺得 這件事是會發生的 所以我就做到那一集 現在 過了幾個月後 都有新的更新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同時間 要針對金仔的意見 所以遲些 遲些說 這家事 好 到時再想一些 因為其實 美國的保護主義很強 特別是金融方面 反過來 中國其實開了很多 Fangard 其實它 它解禁了香港的ETF大部分的願望 對呀 搬到上面 其實人們打飛機 哎呀 怎樣怎樣 其實重點是搬到上海 這些和中國的現在 智慧區的開放政策 是相關的 甚至深圳 或者整個大灣區 很多動作 而這些動作 是一些政策 會對這個供應鏈 你說是一個 第一步很重要的作用 因為這個供應鏈 第一件事 叫供應鏈 其實供應鏈金融 是很重要的 而近期 中國其實很多政策 全家聞到沒有 其實是一個開放的第一步 可以說是一個 二次改革開放 那個深度是比以前的開放更加深 也是為了重數供應鏈 這方面做一個很重要的努力 到時可以再說這件事 有些具體的方式 不是我們吹水的 是真的看到的 一些很優惠的東西 到時再說 好 就這樣 拜拜 好